积极镇是生产香蕉以及红龙果的重要产地 近年来更在许多比赛中多次荣获全国冠军 而为了推广在地优质农特产品 积极镇公所特别利用时间在农夫市集 办理积极农特产品展售活动 并邀请在地青农前来摆摊 而积极镇为观光大镇 现员陈昭玉也希望透过活动的举办 能够吸引更多观光客到积极来游玩 积极镇的农夫市集是全国首创的农夫市集 而且长期以来在我们在地青农的一个用心经营之下 惨淡经营之下需要我们大家的一个鼓励 他们每逢假日都在这边摆摊 这两三年来四五年来都能够看到他们心情耕耘的一个成果 积极在假日都有非常多的一个观光客 尤其现在秋高气爽正是观光的一个旺季 希望透过我们这些活动的一个举办 能够号召更多的观光客到我们产区来消费 带动我们地方的一个产业 因受大环境影响导致民众消费意愿降低 也连带造成积极所生产的优质农产销量变低 使得农民相当困扰 而积极农会能够规划农夫市集 有一个平台来帮助农民推广行销 对此县员县民谋也给予肯定 有这个地方是很好的 有提供这个平台 让当地的农特产能够有一个行销的一个空间 但是现在更困难就是 我们可能大环境 可能大家消费的意愿更少 所以现在我经常在一集出集 看市场广场这里 生理不是很好 每个月越白越少 所以如果你在这里有这个平台提供 让大家来集集这些人 这样是很好的用意 积极镇内除了有许多天然美景以外 也产出许多优质的农特产品 现员陈昭玉 现名谋肯定主办单位的用心 也期盼透过活动的举办 能够让更多人来到积极 认识积极 记者邱平一积极采访报道